余虾 你这个茶花什么时候牵插的 是掉了一片叶子 你不说我都忘了 这份茶花都牵插了一年多了 当时牵插了两棵 这一棵的话要不了多 这个叶子就全掉掉了 而这一棵的话叶子都是一直在 之前是两片叶子的 什么时候变成一片了 一年了 这怕不是个僵尸茶花吧 应该长根了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 照理说用这种透明的来牵插的话 长的根是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我没有看到根啊 那如果它没长根的话 牵插了一年多了 这个叶子还是绿的 不咋觉得那么诡异 嗯 确实很诡异 要不我们看看有没有长根 好 到处来看一下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喽 真的长根了 你确定我早没看见 谁叫你重视啊 你看 这个小小的这个就是 只是这个根不长 粘在了这个枝干上 就点一点 就这么大就对了 天啊 一年才长这么点 你要是我就买了 我也觉得是 茶花绘花这一类长得慢 又难牵插的话 我建议还是直接买现成的 这样来的更快 像我的这个长得这么慢 也跟我的牵插机制有关系 是这种成河沙 基本上没什么营养 所以才会长得这么慢 我是立香 我是立秋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关注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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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